金银财宝 价最高 光阴似箭 斩人的刀 日月穿梭 催人老 太阳佛三道金光 霸人熬 昨天咱们这段书啊 不好说 哎 拉点的书都不好说 因为啊 你得从你现在这个故事环节当中跳出去 再跳回来这都是麻烦事儿 就这样这评论区里啊 还有好朋友说你这口音不行啊 那这也没办法了 打小啊 就生活在方言区 哎 就是这个方言 您现在要让我改啊 我也改不过来啊 哎 有两个办法 一呢 您要不就就对付着听 二呢 要不就等等再来 我这儿啊 也正尝试的多学两门外语啊 多掌握几种方言 从小到大呀 抬杠子见多了 没见过这么会抬杠子 得了 咱们不说他们了 咱们接着说咱们的书 上文书咱们说到恶荣安班地 哎 被困黑头山是双双自尽 这二人的死讯呢 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城 那有人就问了 说这个二人以身殉国这乾隆皇帝得的这个消息 是不是非常感动啊 哎 也是 也不是 这乾隆皇帝正为这件事情啊 他窝火呢 他想啊 说你们这两个人怎么犯了书呆子一根筋了呢 干嘛非得老实巴交的把这阿姆尔萨纳就哄到北京 或者是成德让我来处置啊 你们在那儿就不能伺机而动吗 说到这儿啊 我得替这两个人说句话 这恶荣安呢 书生义气 他想没想过这些事啊 我不知道 哎 必定啊 他向这个班地建议过 干脆啊 就迄早的把这阿姆尔萨纳处置了就完了 但是班地没听他的 这班地为什么不听他的呢 哎 班地啊 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呢 他揣测这个圣意啊 对这个阿姆尔萨纳呀 还有降服之心 所以说他就不敢贸然下令在新疆就诛杀了阿姆尔萨纳 他的意思是说呀 把阿姆尔萨纳顺利的送到北京 然后啊 乾隆老佛爷您的宠臣您来处置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者说呢 这班地也确实是怕死 因为很显然 无论在什么时机下呀 把这个阿姆尔萨纳杀了 这阿姆尔萨纳手下的部众啊 都会反过来除掉班地和恶荣安 为自己部落的胎记报仇吗 这谁都可以理解 杀了阿姆尔萨纳呀 这二人必死 不杀呢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万一这阿姆尔萨纳他要想通了 他不反了呢 不就得活命了吗 所以啊 这班地就起了这个投鼠忌气的心 这样才错过了诛杀阿姆尔萨纳的好时机 也就是因为这些啊 这乾隆皇帝针对这件事啊 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 他说呀 班地恶荣安 健危受命 故为可敏 然于是无补 非父亲拉伯敦为国除凶者比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说你们两个人死了 跟这个父亲拉伯敦不一样 人家那二位呀 是先把这个囚首斩杀才杀身成人的 尽管呀 你们也是为国尽忠最后杀身 但是这两件事情啊 没有可比性 看来呀 要不是碍于自己是皇上的身份 这皇上肯定得说 死也是白死 不过呢 这为国尽忠者呀 不表彰肯定是不行 并且呀 皇上跟这两个人确实有感情 都是自己身边的忠臣众臣 咱们都知道啊 这雍正皇帝一生啊 薄情拐义 对文臣呢 还算不错 对武将啊 是谁也不信任 就连忠心耿耿那为国尽忠的岳忠旗 差点让他给弄死 所以说到了乾隆朝之后 这乾隆皇帝是急于服侍自己的武班力量 所以呢 在佣人上面啊 也有这个仓促不查的责任 这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呀 他给这伊丽找的这个三人组的领导班子呀 现在想起来呀 也不是什么最佳组合 他说呀 班帝这个人过于谨慎 弃居狭狭 耗亲戏事 意思是说 班帝这个人他好在哪儿啊 这个人呢 什么事都喜欢亲力亲为 比较细致 就连那基层的细微工作也不放过 都抓得很好 可是这人呢 太谨慎了 格局不行 没有远见 对这个大局啊 大事把握不定 而这鄂荣安这个人呢 虽然十大体有大局意识 但是啊 多少有点书生义气 并且这鄂荣安呢 不通蒙古语 这语言也不通啊 就不能观察出很多细节方面的动态 至于重用萨拉尔嘛 是这乾隆皇帝最为懊悔的 这会儿这乾隆皇帝才意识到 这萨拉尔啊 在这个准扎二 韩国的地位太低了 哥这个大清国的话说呀 这萨拉尔无非也就是一个王府长使 说白了就是王府里的警卫队队长吧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还真是一种情况 这个萨拉尔啊 虽然是准个二韩国的宰丧 不过呀 他可是这个达什达瓦家的宰丧 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个家臣 看样子呀 是过于高估了他了 让他做这伊犁地区的这个长官之一呀 是个错误 虽然说呀 不能以出身论英雄嘛 但是他的这个地位呀 在那儿不好使 不能服众 并且呀 这人的性格上还有毛病 哎 办事比丢草率 性格自大 哎 这会儿啊 这华儿老爷子也只能叹息一句说 三人者信息各书 安妄能何中共济 其实啊 这是华儿人自责的一句话 华儿的意思是说呀 这仨人性格不同 怎么能跳到一湖里去呢 让他们一块组班子呀 做这个伊犁地区的最高长官 哎 是我的错 那既然是这样嘛 那功者当奖 是过者当伐 这跑了的这个萨拉尔啊 既然跑了 就让他跑了吧 这乾隆皇也没想到 其实到后来呀 这萨拉尔自己还颠巴颠巴的跑回来呢 那这班地和鄂崇安呢 死了死了 既然死了 那什么都了了 更何况啊 还是为国尽忠 必定啊 也是让人同情 让人敬重的 于是啊 乾隆皇帝也不小气 就在这个 现在啊 北京的东城区 也仿着这个父亲拉布敦 为这个班地和鄂崇安呢 立了一个双中词 那既然这词都建了 这里边的排位上 那不能广写上班地 鄂崇安呢 得有嗜好不是吗 于是这乾隆皇帝一到圣旨 这内阁学士啊 还有这帮汉林们算有事干了 给这两个人呢 你嗜好 那么这以身殉国的大臣 都应该你什么样的嗜好呢 当然了得是美士啊 您比如说啊 什么壮啊 裂啊 刚啊 您就比如说吧 咱们上文书讲的那个 在西藏以身赴死 并且诛杀了囚守的父亲 他的嗜好啊 就给的是香烈 拉布敦呢 是壮国 于是内阁就按照这个章程 给这个班帝和鄂崇安呢 也拟出了嗜好 这个班帝的嗜好没有什么争议 这皇上很快就同意了 班帝的嗜好啊 是毅烈 可是到了鄂崇安这边啊 出了点小问题 这个鄂崇安呢 是汉林起家 也就是说啊 他原来在汉林院干过 这你嗜好呢 都什么人来你呢 都是这个汉林 所以这些汉林的星星西星星的 给了这个鄂崇安的嗜好里啊 加了一个文字 有人说这文字好吗 哎呦 这文字当然好了 这文字是什么意思呢 您比如说吧 这惊天伟帝称大道者 哎 伯温强记 勤奋好学者 道德高尚 词汇爱民者 等等等等 咱们呀 还别说别的朝 咱们就说大清朝 您看这带文字的嗜好里啊 都是什么人 文端公 鄂尔泰 哎 就是这个鄂崇安的爹 还有这个文青公 刘庸 哎 就是刘罗贵啊 文忠公 傅衡 文达公 纪晓兰 文正公 曾国藩 文湘公 左宗棠 像什么李鸿章啊 林泽徐啊 他们跟傅衡一样 嗜好都是文忠 所以说您看看啊 有文字嗜好这些人呢 您就知道这文字好不好了 所以说啊 这汉林院给乾隆皇帝 承报上来 为这个鄂崇安拟的两个嗜好啊 一个呢是文刚 一个是文烈 也就是说啊 让乾隆皇帝定一个 可是乾隆皇帝看过以后啊 他觉得这个文字啊 不能表达这个鄂崇安的壮烈之举 作为一个书生 眼睛不眨呀 就逊了国了 所以呢 这皇上觉得用文字不合适 看了这两个备选的嗜好啊 这皇上干脆把文字去掉 用了剩下的两个字 这鄂崇安的嗜好就算定下了 刚烈 今天啊 咱们这段书不长 咱们主要就是为了呀 给这二位舍身忘死 为了这个祖国领土完整 而身死一乡 为国尽忠的大臣 盖棺定论 那这乾隆皇帝 就能眼睁睁的看着 自己刚得来的这片国土 就被人分裂了吗 哎 当然不是 具体啊 该如何调兵 收复师弟 咱们明天接着聊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 点赞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